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点灵版皮诺康宁成就攻略合集最后一批 成就FlyMe2的巴人 成就气球学员2 成就让敌人高估你的缺点警戒度100% 成就四海牌偶 成就梦的解析 我们这一批的话呢 是FlyMe1G的Ball 那大家一起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黄金的时刻 钟表小子广场这个锚点 然后呢在队伍里面带上一个艾斯达 或者纳塔莎都可以 我们到了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然后右拐 从这边走过去 到了旁边这一个气泡机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半空中有一支的气球 我们攻击键打一下 把它打破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我们去下一批再见 打拜拜 好,我们这一批的话呢 是气球学员2这个成就 我们需要打开地图 等一下来到祝梦边境左上角 家族建设局这一锚点 然后带一个清雀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嘴海角 西南方向往前走 上楼梯 接着往前 走到我们前方这个铁栏杆这边 到了铁栏杆之后呢 左转下楼梯 前方这个大门啊 在之前的奋批带大家开过的 我们这边直接跑下来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大家之前的奋批 没有跟着我开的 我们从这个下方 凌智虚影直接往上走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的 好,那我们接着往前 到了这个断桥 好,那边 直接来打一下这个气球就好了 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成就了 那如果大家是从这个下面走上来的 在我们对面那边啊 用一下注目谣言 然后跑到我们这边来 再过来打下这个气球就OK了 好,那我们去下皮台见 大家拜拜 好,那么这一批的话呢 是让敌人高估你的缺点 和警戒度100% 都是和这个哈努兄弟有关的这个成就啊 所以放在一块了 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白日梦酒店梦境 右上角 薄金客房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笔直往门外走 然后左拐 一直往前 过了前面这个大门 过了我们这个大门之后呢 先下楼梯 然后右拐 然后呢 在我们左前方这一扇门 大家知道这一扇门 从这扇门走进来 就可以同的 钻到这个梦境空间里面去了 之所以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的哈努兄弟 完成这两个 这个相关的话呢 会比较简单一点 其他地方的哈努兄弟 我试过了 都不是很好完成 那这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会简单很多 好 这边进入到这个梦境空间之后呢 先往前走 左拐 下楼梯 右拐 再下楼梯 好 然后呢 在我们的左后方 有一个电视机 可以的这边变成这个哈努兄弟 好 那首先呢 是这个警戒度100% 我们变完身之后啊 转身看到我们背后 向前走一点 前方呢会有两个这个机器人怪 我们直接跑过来 拉一下这两个这个机器人的仇恨 来大家看到 从他们的脸前跑 为什么可以拉仇恨 再跑过来一只 拉到两个仇恨之后呢 我们就使劲 往远处跑 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让他们两个的这个仇恨之消失 就可以拿到这个警戒度100%这个成就了 然后呢 拉完这个之后呢 大家再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先带大家回到这个电视机这边 让大家可能不知道哪个方向 现在这个小地图是黑的 来 我们先找回到这个电视机 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这个楼梯笔直往前走 前方的话呢 再有一处这个传送门 我们跑到这个传送门这边来 大家注意这边不要被拉到仇恨不赖的话 这个传送门做不了 来 做这个传送门往下走 会来到这边这个柜子上 那我们沿着这个柜子啊 往前走 会有这个玻璃瓶 大家看到 我们要推这个玻璃瓶 要砸不到怪 让它砸空 砸空了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 让敌人高估你的缺点这个成就了 我这边是提前拿过了 那我们这题到这边 去下题再简单 拜拜 这一批的话呢 是四海牌友这个成就 我们需要和 全部的这个广告牌啊 都对话一次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 左上角爱迪恩公园这个锚点 那首先呢 看到我们的小金左边 西方向往前走 这个是球龙形 广告牌 大家看它对话 随便选什么都可以啊 假如对话过就可以了 然后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再来到我们这个 甜蜜友这个锚点 打到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金右边 东方向往前走 走过这一条小巷 那么走过这条小巷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第二个是广告牌 这个的话呢 是服装店广告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我们最下方 白日梦酒店大门这个锚点 然后看到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往前 这个是苏勒达广告牌 好 对话完之后呢 我们再一起打开地图 接下来的话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奥地购物中心这个锚点 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往前走 在我们前方 大家看到 这个方向 这个是 翡鱼先生广告牌 我应该没有记错啊 对的 翡鱼先生广告牌 好 对话完之后呢 先看回到这个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往前走 下了楼梯之后呢 右拐 朝这个方向的小巷 一直往前走 走到底之后啊 在我们右手边 这个地方里面 有一个 爱遇见广告牌 这样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地图 回到这个 奥地购物中心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先下楼梯 走过来之后呢 这边下面有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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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 餐饮连锁广告牌 好 对话完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往前走两步 然后呢 左拐 在这 还有最后一个广告牌 这个 潮玩光枪 对话完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这个地下一层 刚是二层的 这边一层还有一个 来了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基督左边 西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在我们右手边 可以看到最后一个了 这个潮玩娃娃广告牌 好 他们全部对话完 就可以拿到四海牌友了 那我们就下笔家 记得大家拜拜 好 我们这一批的话呢 是梦的解析这个成就啊 我们需要打七个 愧梦电话 也是在这个黄金时刻 好 我们先来到这个 最右边 奥地购物中心 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先朝着我们的小地图 右上角 东北方向 这个方向 我们往前跑 穿过这一条小巷 一直向前 也是 前方右转 右转之后呢 在右手边 这个墙体上 有一个电话 这个比较隐蔽啊 我们跑过来 打一下 选择这个 拨通 窦梦电话 这边这个选项 大家选什么 都可以 无所谓 打完之后呢 来 我们在一起 打开地图 还是来到 奥地购物中心 这个锚点 我刚拿到 是因为家的 我都提前打过了啊 好 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 右下角 东南方向 我们往前走 上楼梯 好 上楼梯之后呢 就在我们左前方 这个第二个 快门电话 大家在这边打一下 边道话 是打给你这个银子的 因为我今天就打过来 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 好 接下来 打开地图 来到我们这一个 白日梦酒店大门 这个锚点 那到了这个门 锚点之后 一左一右 首先呢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大家看到 这边 好 墙上这个嘴巴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 好 第三个这个快门电话 好 然后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刚刚这个 酒店大 酒店大门 这个锚点 那这一次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往前 大家看到 在我们前方这个墙壁上 这的话呢 是我们的第四个 快门电话 那这边是第四个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 左边 甜蜜一偶 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跑 面前救死 这个是打给这个树伤的 这是我们的第几个啦 第五个了 好 然后呢 大家再跟我一起 打开地图 接下来的话 来到我们这个 溃梦 不是 钟表小子广场 这个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啊 笔直往前走 我们先上楼梯 笔直往前走 上个楼梯之后呢 右拐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下角东南方向 过了马路之后呢 前方 这个墙壁上 就是我们的第六个 第六个 溃梦电话 这里通的话呢 是打给黑塔的 然后呢 我们再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回到这个 钟表小子广场 这一锚点 回到锚点之后啊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往前走 然后右拐下楼梯 下来之后啊 左边这个墙体上呢 就是第七个了 这个是打给托帕的 一共呢 就这七个 这个溃梦电话 大家全部打完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 梦的解析成就了 那我们继续啊 应该没有下一批了 到现在的话呢 应该是成就数 都已经齐了 然后个别 没有在分批里面的成就的话呢 都在我们之前的分批中啊 带大家做这个支线啊 或者组线的时候 已经全部完成了 如果后面有发现 有这个新的 或者说遗漏的话呢 也会第一时间 更新到我们这个分批里面的 那总之我们期待 下一条视频再见了 大家拜拜